新聞大破解 破壞大新聞 大家好 俄羅斯最近向美國和北約組織開架即將談判 而中共的陣營動作也頻頻 中共的小兄弟北韓在1月5號疑似發射彈道飛彈 而另一個小兄弟伊朗則把拜登政府 拖入了在伊朗的核協議談判 而中共在吞噬的香港還加碼要制定23條國安惡法 將中共內地的壓迫模式輸出香港 進而影響到世界 中共在美國後院又收了一個新小弟 是一個不被國際主流承認的尼加拉瓜奧地加政權 斷交中華民國搶佔了台灣大使館的資產 中共究竟在謀劃什麼呢 美國和盟友的準備是否足夠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臺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嘉隆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這個星期美日澳三方有個大事 美國日本6號要進行外交國防的二加二會談 而且日本本週要和澳洲簽署 60年來最重大的國防協議 包括要提升雙方的共同訓練 快速部署共同作戰能力 而且日本也在和英國談判簽署類似的協議 法國也表達要和日本談判簽署的意願 美國主要的盟友在加速的互相連接彼此 軍事資產的一個支援 那麼最近美國日本持續強化聯合演習的規模和科目 這個美軍的陸戰隊和日本的陸上自衛隊 去年12月是在日本北部的海岸的附近森林 展開堅毅之龍的演行 他們共同指揮了飛彈、飛機、船艦雷達 摧毀海上目標 那假想敵看起來很明顯的就是中共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美日澳的新局勢 請問老師怎麼看 好的 2022年等於是說一進入這個開年 虎年看起來就很不平靜 我相信對習近平來說 這會是一個等於是說非常艱困的一年 為什麼呢 因為道理很簡單 等於說自由民主國家的這一種軍事聯盟 軍事結盟共同抗中的這種狀態 跟準備會越來越積極 那剛才主持人你談到的 就是說這個除了美日那個2加2的會談 那個是例行性的 那現在日本跟澳洲呢 居然他們簽訂了60年來 一個最大的一個軍事合作協定 然後日本也表達了 他有興趣要加入那個ACUS 就是這個美國英國跟這個澳洲的那個核潛艇 的這個協定 然後呢當然法國在這個印太地區也有動作 那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你所有今天看到這個局勢 它不是一天就突然發生的 他是經過一個長久的準備 我覺得還是所有的起源 還是得從川普那時候開始講起 因為川普他的這個亞太戰略 現在叫做印太戰略 川普把它改名成印太戰略 我過去講過 就是說過去30年來 美國在這個亞太地區的那個戰略 他是依靠雙邊的 美國雙邊的一個一個雙邊的軍事協定 來鞏固亞太地區的和平跟穩定 舉例來說 譬如說美日軍事同盟 美韓軍事同盟 美澳紐軍事同盟 美飛軍事同盟 美台準軍事同盟 那他這樣散開來 在整個太平洋上面 他就在一個散子散鼓 然後呢是以美國為 這個散子的軸心 然後他是一個一個雙邊的關係 這樣子來維持這個亞太地區的穩定 可是隨著中國的崛起 尤其是隨著中國的這種 軍事上的這個威嚇姿態 在這個太平洋地區的威嚇姿態 越來越嚴重 川普改變這個基本的態勢 川普呢他的印太戰略呢 他是希望在整個印太地區 能夠編織成一個珠網狀 就不是以前的那個那個雙邊的 一個一個雙邊的 現在是多邊的珠網狀 所以說只要是美國的這個 軍事同盟國家 美國的軍事同盟國家 自己都要互相的連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跟澳洲的連結 或是說我們台灣 跟日本跟澳洲的連結 你都可以看到 他會編織成一個珠網 這就讓中共想要用連橫 去打破不太容易 因為他們各自都弄在一起了 一個被迫還是全部連在一起 是的 所以說等於說民主自由國家 無論是在政治上 在外交上 在軍事上集結起來 才能夠有效的嚇阻 這個等於說中共的這種輕舉妄動 那你最近的話 拜登政府呢 他不但完全承襲了 川普的這個印太戰略的思想 他甚至呢 還更進一步的把它強化 應該是2021年11月中旬 美國國防部 就拜登政府的美國國防部 他出了一個全球軍力部署的報告 在那個報告裡面 他清楚的講到未來 美軍在整個印太地區的整個部署 他要強化在這個日本 尤其是西南諸島 在澳洲的軍事基地 乃至於在菲律賓等等 還有美國自己在太平洋的這個軍事基地 他全部都要強化 拜登政府到目前為止 已經把60%的軍力 美國60%的軍力 都擺在印太地區了 然後呢另外 美國政府也剛好 剛剛才通過這個史上史無前例的 美國最高的軍費的2022年的國防這個預算 那他這個軍費的預算 達到7779億美金 那我們都知道 因為過去這個民主黨在競選的時候 拜登總統自己在競選的時候 就說過他上台他要削減軍費的 是 這是民主黨一貫的立場 以前歐巴馬剛上台的時候 就很得意的宣布他上台之後 他有效的把他的把美國的軍費 就減了500億美金就對了 那時候還在6000多億嘛 減到降到6000多億以下 那拜登在競選的時候 也說他要降低軍費 那時候想說這是民主黨一貫的立場 可是沒有想到拜登上台這一年來 2021年沒有降低軍費 2022年等拜登能夠真正自己主導的時候 那不但沒降低還更提高 所以說你可以從這個美國國會所通過的 這個2022年的這個國防授權法案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拜登政府未來 他整個在印太地區的這個部署 跟這個他這個軍力都會大幅度的強化 這是一個方面 日本也是一樣 對 日本他有一個十年防衛計畫大綱 應該是在過去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2014 15年提出來的 那個時候安倍提出來的 就已經大幅的增加了這個日本的軍費 安倍總統安倍首相 就是說前一陣子在台灣的那個演講 他自己有說在他的任內 他大幅的增加了日本的國防預算 以應對中共的威脅 那現在新的這個岸田政府岸田文雄 已經放出封鎮也在今年2022年 他那個未來的這個日本的新的那個防衛大綱 十年的他要提早來修訂就對了 澳洲國防部他同時也有這樣的宣布 就是說澳洲未來的這種國防的經費 好的預算案 也要重新規劃 那包括我國你看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也才剛剛才通過了 一個特別的那個那個軍事預算案 到2025年之前 我們多花了2400億新台幣 對 海空戰力加強 大家都在做準備 對 是的 是 好 台灣問題請教 吳老師怎麼看 這個很很詭異 就是說我們現在注意到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上來之後 通常日本新任首相上來 第一個出訪的對象一定是去美國 去華盛頓 可是他這一次不是 這一次岸田文雄首次出訪地點 居然是澳洲 然後現在終於明白了 原來日本跟澳洲要簽一個大型的國防協議 那這個就說得通了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回顧一下 整個印太戰略裡面 產生了一個四方安全對話 四方安全對話 一開始是外交部長 國務卿這個等級 後來加入國防部長 再來領導人視訊會議 最後領導人在華盛頓面對面開會 所以這種切香腸式的 漸進式的 接下去會怎麼走呢 當然就是會變成 出現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就是條約化 邪黃 然後呢 美國跟日本本來就有 共同防禦條約 將來美國 陸海空全方位 可以在澳洲有軍事基地 尤其是那個澳洲北邊的達爾文港的話 美國的那個海狼級潛艦也可以來 美國的飛彈也可以在那邊部署 好 這是把澳洲納進來 然後呢 問題是那個澳英美協議裡面呢 有一條東西 就是說美國要移轉核潛艦技術給澳洲 讓澳洲自己去生產 傳出來的是說要做八條嘛 八艘 八艘 可是呢 日本是最關鍵的一個美國盟友 在西太平洋到印度洋 可是美國沒有移轉這個技術給日本 所以日本現在可能會要求 比照 就是說 美國也把核潛艦技術移轉給日本 因為核潛艦不是核武器 核潛艦是那個動力而已 核武器是指核潛艦上面 還有核彈頭 的這個飛彈在裡面 它叫核武器 那光是動力的話 那個其實還不算 那 你可以看出來 日本現在跟澳洲 皮子也在做 軍事同盟 或者準軍軍事同盟 那樣的協議跟部署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印度 那印度的話 美國其實在去年下半年 年底的時候 跟印度也有一些協議 就是包括軍事資源的共享 或者情報等等 也就是說 進入準同盟的狀態 然後呢 俄羅斯的普丁不是也去印度嗎 簽了28個協議 也是有準軍事同盟那樣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 等於說實質上的同盟已經 打開了這個道路了 那美國俄國都在支持印度之外 他們也還支持一個國家 就是印尼 東南亞最大的國家 印尼 那印尼呢 也是世界上 發電用煤炭的最大的出口國 那一個重要的出口對象 當然就是中國 那這個 非常可能 將來印尼也會納入這個 四方安全對話裡面 這個將來會擴充 所以第一步先從對話開始 第二步呢 建立共同防禦條約 那第三步呢 可能就會機構化 我把它稱為 四方安全對話的這個 常態化步驟 那機構化就是 比如說打造一個亞洲版的北約 變成一個集體的防衛機制 然後呢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 等同於所有國家受到攻擊 這樣的話 那個亞洲版的北約 有可能會開始在後面出現 所以現在你看出來 它是一步一步在走 一步一步在建立共識 建立大家這個 對集體安全的這個 或者集體防衛的這個需要 那接下來的話 很可能被吸收進來的 就是比如說法國 他有興趣 這個剛才東老師也提到 再來呢 剛剛我講的印尼 然後呢 當然東北亞的韓國 那這個亞洲版的北約 要來對抗中共很明顯 對不對 那它的一個重點 或者說突破口 中共的突破口 或者黃手的重點 是哪裡的 就是台灣 所以四方安全對話 跟亞洲版北約 目前看起來都還沒有納入台灣 但是實際上就是 你不能在台灣這邊出現破口嘛 中共如果能夠拿下台灣 還是影響台灣 讓台灣變成一個破口的話 整個印太戰略崩潰嘛 不用談了嘛 所以呢 台灣不在裡面 可是所有的國家忙了半天 其實是為了要 亡守台灣 那 因為台灣是中共向外 從和平崛起 轉成武力崛起 從經濟擴張 轉成那個 軍事擴張的第一張骨牌 所以呢 所有的那個 針對中共的這些防衛 抗共 首先要守的就是台灣這個破口 然後呢 現在已經開始 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把台灣納入 跨國聯合軍事演習裡面 那 方方面面呢 都是在刺激中共 踩中共的紅線 然後呢 現在都不管了 越搞越認真 越具體 越實在 中共是講硬話 美國跟日本澳洲等等 在做的事情 是具體的行動 已經在演習 演習到最後要演習什麼 演習戰爭爆發以後的那個 搶救傷患 已經玩到這個地步 那 不但是聯合演習 而且是跨國演習 而且跨國的規模 越來越大 畫畫面面都是在玩真的 然後呢 中共講的是硬話 大話狠話 然後對台灣構成騷擾 在台灣這邊好像做緩擊 如此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看出來 將來下一步的話 西太平洋弄好了 南海這邊弄好了 下一步就是印度洋 整個從印度洋到東海 這一條海上運輸線 它不但是中國的運輸線 也是日本的運輸線 所以呢 中國如果要拿下 控制這一條海上運輸線的話 日本不可能接受 那日本不可能接受 等同於美國不可能接受 這是一樣的道理 那澳洲也一樣 所以呢 而且這條生命運輸線的話 也影響到歐洲的利益 因為歐洲有太多的物資 要從亞洲運過去 所以呢 法國德國 不只是英國 都會對這個印太戰略感到興趣 最後連俄國都感興趣 俄國也進來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全球抗共的聯盟 越來越常態化 越來越組織化 然後這個 第一個骨牌 第一張骨牌 就是防守台灣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 中共正在接管拉丁美洲嗎 最近又挖走尼加拉瓜 而有一些故事呢 我們等一下討論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去年12月10號 美國的白宮民主峰會期間 尼加拉瓜奧地加政權 突襲斷交了中華民國 而且中共還聯合 侵奪了台灣的大使館 來修辱台灣 那麼前駐尼加拉瓜大使 吳敬木斷交前的11月份 他完成了退休離職的程序 而奧地加政權在12月斷交後 隨即公告給吳敬木 尼加拉瓜的國籍 讓他規劃 那吳敬木呢 以家人的健康理由 滯留在尼國 不回到台灣說明 被質疑前面呢 是不是有盡力的維護邦交 那美國的後院 就是拉丁美洲了 那中共是一個個的幾年來 挖走了中華民國的邦交 那由美國專家分析 中共呢 制定了多維接觸戰略 像一帶一路等等的 在擴大中共的影響力 就會給美國帶來 巨大的情報隱憂 而且中共呢 正在有計畫呢 在接管拉丁美洲 吳老師怎麼看 這個所謂的多維接觸戰略 那個是一個表面上的這個形容 但是呢還算是空洞 我們現在把它具體一點 就是說 這個是在擴大美國 曾經提出的一個概念 叫做門羅主義 就是說中美洲 尤其是中美洲 就是美國的後院 是美國的地盤 當時是針對歐洲列強 不要來這邊角逐 意思是這樣子 這邊是我的 畫地盤的概念 勢力範圍的概念 那如果這個概念套用到 東亞地區的話 那麼中國這個後院在哪裡 當然是東南亞跟南海 東南亞跟南海 好現在我們講 第一個 在台灣媒體上把這件事情 挖走台灣的邦交國 這件事情 簡單描述為 這個重點描述為 孤立台灣的外交空間 那這樣的說法呢 也成立 就是說 確實也有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要說的是 根本不是重點 重點不在這裡 那重點在哪裡呢 這是我們先延續一下那個 習近平上台以後 提出的一個概念 叫做 新型大國關係 新型大國關係 原來針對的是太平洋 就是說 所謂的太平洋 農得下兩個大國 夏威夷以東的歸美國 夏威夷以西的歸中國 就是說太平洋 可以讓美中兩國來共治的概念 當然美國不可能接受 然後呢 現在呢 這種要跟美國平起平坐 中共所講的 要平視世界這個概念 現在延伸到中美洲了 所以它在中美洲 擴大它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要把台灣的很多邦交國踢出去 然後它正式進來 那這個進來以後 它還有一個操作 就是延續它在印度洋周邊 建立幾個港口 像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 然後緬甸的腳漂港 還有馬來西亞的黃金港 這四個港口就是剛剛講到的 那個海上運輸線 經過的地方 然後呢 那個像 斯里蘭卡的例子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斯里蘭卡跟中共 有欠它11億美金吧 還不出來 就是有債務的陷阱 還不出來 那中共就是說 那你把這個地方租借給我 就變成一個軍事基地一樣 海港 那後來 伊斯里蘭卡 把這個漢班托塔港租借出去以後 被人家嘲笑或者批評 所以它就在旁邊弄了一個 美國的物流區 就是航空母艦來這邊拿信件 拿食物拿東西 一個物流區這樣子 來平衡一下中共在那邊的那個港口 那中國如果真的進入 就是它延伸一帶一路 從那個中亞西亞地中海 然後延伸出去的話 就是首先到那個 非洲的那個安哥拉 再延伸過大西洋的話 就是到委內瑞拉 現在進一步到尼加拉瓜 對不對 它是一帶一路的那個 一直延伸出去 建立它的那個據點跟勢力範圍 然後呢 它如果在尼加拉瓜這邊 繼續投資基礎建設的話 那麼很非常可能 又延續這個模式 就是尼加拉瓜欠的錢還不出來 然後就變成租借港口啦 機場啦 給中共 然後就變成軍事基地 那這才是中共真正的意圖 就是說 在中美洲 還有那個委內瑞拉是 南美洲的最北邊嘛 那就是說 直接可以攻擊到美國東岸 那這個有它的那個 潛在的軍事價值 那麼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就變成說 中共在切殺進去美國的後院 這是嚴重的挑釁美國啦 那問題是美國不是省油的燈 美國早就切入中國的後院 我要講的就是 那個12月13號14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去 東南亞訪問 重點國家就是印尼 他在印尼發表主題演說 印太戰略的主題演說 然後去北邊的馬來西亞跟泰國 眼睛看的就是馬六甲海峽 跟後面的南海 同一天同時 俄國總統普丁派他的重要幕僚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也去印尼訪問 所以印尼總統 同一天接見了美國跟俄國的重量級訪客 然後呢 幾天後 就是差不多兩個禮拜後 就是11月下旬的時候 印尼宣布 1月份的煤炭出口暫停 那印尼是 發電用煤炭的最大出口國 重要的出口對象是中國 那中國的進口 發電用的煤炭 60%是從印尼進口的 你現在如果煤炭不能從印尼來取得的話 馬上就會有缺煤的問題 缺電的問題 一旦有缺電的問題的話 電價又要漲 又不見得有足夠的電 製造業出口業都受影響 美國殺入中國的後院是來真的 讓你方方面面讓你感覺到那個痛 然後呢 你去搶尼加拉瓜的話 對中共來講也有道理 除了剛剛講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跟軍事上的可能部署之外 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米加拉瓜是傾向於社會主義國家 是左派政權 那中共現在跟美國對抗 不只是經濟的對抗 不只是地緣政治的對抗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對抗 就是他要用他的社會主義模式架構 來對抗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 所謂民主政治這個價值 所以表面上的地緣政治博弈裡面 皮質背後也包含了意識形態跟價值觀的博弈 而中共要爭取的對象 除了已經有了伊朗 北韓委內瑞拉之外 現在下一個目標就是 社會主義政黨 那個威權體制下的那個 尼加拉瓜 所以如果你像印尼 如果暫時不輸出這個煤炭的話 中共就必須得去跟澳洲買煤礦 沒有他現在沒有跟澳洲買 他除了他改變主義對不對 因為他如果他拉得下臉的話 他其實可以跟澳洲買 那可是重點其實是中國自己的煤礦的生產 那如果你承諾要氣候變遷 要控制碳的排放 然後你不得不關掉很多這個煤礦廠 就是中國自己的煤礦廠 據說最近關了差不多700多座的煤礦廠 所以他的本國的煤炭產量受影響 這才是缺煤缺電的一個重要因素 那可是理論上你可以進口 進口煤炭進口糧食這個都可以做的 除非你自己外匯不夠死了 那現在看起來中共殺入美國的後院中美洲 美國殺入中共的後院東南亞 雙方激烈的博弈 那台灣是被掃到台風尾 就是形式上表面上要把台灣的邦家國搶過來 對不對 但是呢這個台灣雖然損失了一個小小的邦家國 但是他其實這是一個消耗戰 就是讓中共大撒幣又在那邊消耗 其實產生不了什麼重要的效果 但是呢這個台灣雖然先丟了一個小小的邦家國 但是因為中共去刺激美國 挑釁了美國 所以美國肯定會爭鋒相對的採取反擊的動作 會更多的打台灣牌 台灣會得到更多的來自各大國的支持 而且奧地加很會要錢耶 而且很貪心 那乾脆就讓中共去消耗好了 以中共經營一帶一路的經驗的話 它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家 發展中國家搞的基礎設施 基本上醞釀不足缺乏經濟效益 那其實都是為了中國取得原物料的時候 方便運輸出口到中國的 那這些基礎設施變成債務陷阱 然後就開始租借土地港口機場等等這樣玩 那這套模式在馬來西亞也做了 斯里蘭卡也做了 現在大概準備搬到中美洲 因為中美洲有很多國家比較窮困 那現在委內瑞拉本來是很好的國家 現在也窮困 那更不用講尼加拉瓜 所以對台灣來講 我們叫做把不良資產甩出去 就是說不見得這個真的受到重大的傷害 超加相反 我覺得就是什麼 叫做短空長多 用股票的數以來比喻一下 是這樣子 是 董老師怎麼看 好的 我先談一下 就是我們的那個 駐尼加拉瓜的前大使 吳敬木這個人的問題 其實看起來 這是一個他個人對我們政府 對我們國家忠誠的問題 他基本上是屬於我國的內政 你說因為他這個大使而造成 這個說我們台灣 跟這個尼加拉瓜斷交 倒也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說這個中共 他會來挖這個尼加拉瓜 這個邦交國 我國的邦交國 他後面有一個大的戰略 就像剛才吳教授所談的 這個才是重點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這個中共對中南美洲 中共叫做南美洲跟加勒比海沿岸 拉美國家的經營 是從2000年以後開始非常重視 中共已經用力用了大概20年了 2000年的時候江澤民 他們的這個前總書記 第一次到南美洲去訪問 然後2004年的時候 那個胡錦濤 到了這個加勒比海國家去訪問 到了習近平上台 他已經四度 他執政八年 去了四次 那其實這個美國方面 是高度關注這個中共 在這個所謂的中南美洲國家的經營 因為畢竟那的確是這個美國的後院 那根據美國的智庫 我看到的幾份報告 就是說中共經營到現在 已經遠遠的超過 當初我們都所說的 中共剛進去的時候 是為了這個經濟的原因 為了資源 為了礦產 現在這個範圍已經遠遠超過 這個經濟貿易的範圍了 就是說以經濟貿易 當然經濟貿易是基礎 2020年的這個中共 跟這個中南美洲的這個整體的貿易 已經到達三千億美金 然後呢 中南美洲的這個外國的投資 其實歐美還是主要的國家 大概佔百分之八十 歐美到今天為止 可是問題是中共 從2000年的大概百分之十 一路增長的Double 就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呢更重要的就是說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個中共對南美洲 經營的比較深 譬如說巴西的農產品 是中共需要的 還有秘乳 這個厄瓜多爾 智利 他要鐵礦 他要離礦 他還要銅礦 都在那裡就對了 除了這個之外 美國的智庫還發現 就是說中共 不但在經營這個 還有安全上的問題 安全領域 還有政治跟外交領域 簡單的說 等於說中共透過 它的一帶一路的這種 所謂的經濟貿易基礎的建設 進去以後呢 它會開始全方位的 再轉換當地這個國家 或這個政府的思維 舉例來說 這兩年在聯合國大會裡面 或是說在聯合國的會議上面 因為新疆問題 我們有沒有印象 就是說這個民主自由國家 會有一份共同的連署聲明 說譴責這個中共的 這個新疆人權的問題 可是中共可以動員到 其他的六七十個國家 也是簽了一份共同的連署信 說中共的人權做得好 你去看那六七十個國家 中共所動員的國家裡面 有好多個是中南美洲國家 就是說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政治在外交上面 中南美洲國家已經逐步的 在跟中共同步 那當然因為他們屬性相同 就是說都是一些極權獨裁的國家 然後另外一方面 美國也發現 就是說中共正在把他的所謂的數位 那種監控的那種手段 工具 科技 輸往中南美洲 尤其是南美洲 然後再過來 剛剛說這就安全上的合作 然後軍事上的合作 中共現在正在踹 所以我相信美國 它應該在中南美洲 還有兩條紅線 它第一條紅線是軍事的問題 如果說中共在南美洲 現在南美洲比較可能 就是說如果有任何的一些軍事動態 把它的租借個商港 那個港口 變成軍港 軍事基地等等 我相信說美國會介入 而且其實歐美 對這個中南美洲國家的影響力 還是蠻大的 我剛剛說過80%的投資是歐美的 而且畢竟曾經是美國的後院 這是第一條紅線 南美洲 我覺得第二條紅線 應該是在中美洲 就是說這個 你可以看到主要的差距 就是說中共對南美洲經營是比較深的 然後它那個經營模式 尤其是經濟的經營模式 現在才要推進到這個中美洲 然後可能是時機的問題 還記不記得 就是說我們好幾個過去五年來 我們好幾個邦交國在中南美洲 尤其在中美洲的邦交國 被中共挖走以後 中共都有許諾 對 譬如說它的經濟援助 說起來都是從幾十億到上百億美金 不等 沒有兌現 對 一方面沒有兌現 那中共的手法都是這樣子 譬如說我承諾你100億美金 但是第一年我只拿出1000萬美金 這個在商場上就是常見的詐欺 對 可是 可是因為那些中南美洲國家是政府被收買 所以說這1000萬美金 說實話 commission 一兩百萬美金就是可以盡你口袋 正是人物拿走了 對 這一套就是中共在全世界第三世界國家 那等於它就拿到你的軟肋了 就是你跟它勾兌 是的 然後呢 你不是承諾我剛剛說100億美金嗎 可是為什麼只有1000萬 可是我有給啊 那另外的這個99億9000萬那怎麼辦呢 好我們畫個20年計畫 20年 然後呢我慢慢的 再用其他的 中共會想出很多花一樣 用貸款 或是我幫你來這個建造 然後呢我借給你錢 錢花在我身上 這種模式一條龍嘛 所以就要慢慢的滲透 那這一套模式在南美洲 其實已經造成南美洲 當地人民的不滿 我剛剛說過其實政府都是被收買的 可是人民會陸續出現抵抗 那這一套模式才慢慢的進入中美洲就對了 然後進入中美洲的時候呢 這個美國它也是睜大眼睛在看 所以說我剛剛說了 對中共在經營中南美洲 美國有兩條紅線 第一條紅線就是軍事的問題 你經濟吧好吧 你政治外交吧 可是呢你絕對不能碰軍事 第二條紅線就是在中美洲的這種 這種中共的進一步的滲透 尤其是對我們邦交國的挖 因為前段時間 不是我們傳出說洪都拉斯嘛 對 他也在選總統嘛 洪都拉斯的那個 競選總統的那個候選人 競選的時候公開說他選上了 他就要跟這個中共建交嘛 現在他選上了 可是美國介入了 所以說美國等於是說 有在幫台灣在經營這個 等於說中美洲的這些邦交國 幫忙維護 當然這裡面不但有台灣的利益 更有美國的重要的利益在那個地方 所以整體的態勢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等於說看起來中共它是 手伸得太長 手伸得太遠 手伸得太多 因為現在全世界一帶一路 剛才吳教授說過 都有出大大小小不同路 都在出問題 對 然後中共現在也沒錢了 那你是怎麼去維護 你在全世界的手腳伸那麼多 你以後要怎麼維護 這是個大問題 是 好休息一下我們來看 那個德國總理呢 有意願呢 要和俄羅斯總統普丁會面 這對地緣政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新聞大破解 美國總統拜登呢 最近和俄羅斯總統普丁 會談了烏克蘭的局勢 那麼德國媒體報導 德國總理肖茲有意願呢 要和俄羅斯呢 關係邁入新業 1月底有可能會見普丁 那麼德國是歐盟的兩大龍頭之一 那因為歷史原因呢 在歐洲的安全上是很仰賴美國 在去年6月 美國拜登密集的會商盟友 籌組了對中共的包圍網 讓很多的國家呢 共同聲明關切台灣海峽的安全 那麼今年的重點呢 布林肯喊出是要建構印太地區的 國防和經濟聯盟 而當現在俄羅斯大軍駐紮在烏克蘭的邊境 俄國上北約組織和美國 開出了一堆條件 要喊架即將談判 所以請教董老師 怎麼解讀說蕭茲這個時候 去會見普丁 那可能如何影響這個地緣政治 那對於這個民主國家聯合抗 對抗中共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還是從德國開始說起 因為俄國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我相信梅克爾的影響 非常的深遠就對了 因為梅克爾他執政17年 梅克爾他的外交理念 尤其對俄國對中國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理念 就是用談判來代替對抗 用談判代替對抗 梅克爾非常相信這個 然後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跟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 德國的這種外交軍事 這個基本的思維 也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我們都知道二戰的時候 德國是一個發起戰爭的國家 所以說戰爭結束以後 德國上上下下 他陷入一個非常深層的 這種反省跟檢討 所以就造成某種程度的 整個德國的非軍事化 這個是有直接的影響的 因為德國過去 在歐洲的歷史上 他是一個非常強悍的軍事強國 而且他們的德國的這種 這種國防思想 或是德國的這種精神 我們就說普魯士精神 他是非常上武 軍人是有崇高的地位 而且他們的軍事思想非常發達 他們的外交其實就是軍事外交 可是這一套在戰爭二戰之後 全部改過來 然後當這個德國 因為他的經濟發展的原因 冷戰結束之後 尤其是幾次的歐洲的金融風暴 只有德國撐過來了 而且德國現在作為歐洲的最大的經濟體 那個德國一般的 不是歐洲一般的人民 也有這種想法就是 就讓德國多承擔一點責任 所以某種程度 德國他扮演著整個歐洲歐盟的 這種外交領導的角色 然後梅克爾的這種色彩 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一看德國的這個 新的總理舒芝呢 他說他跟普丁見面 我在想至少他並沒有說 完全的去放棄 不要說放棄 現在看起來是承襲了梅克爾的思想 用談判來代替對抗 那當然等於說德國的 現在即便是德國新政府 用談判代替對抗 對中共來說 德國的對中共的外交政策 不可能回到梅克爾的那個時代 我們不要說親中啦 就是說那麼和緩 和中 不會的 就是說德國呢 他還是會慢慢的調回來 就是說對中共的這種外交政策呢 會逐漸的強調的 德國人所重視的原則 人權民主自由 反滲透 這些會的 但是整個基本的軌道 還是在那個以談判來代替對抗 那我覺得這個德國總理 新總理舒芝呢 跟普丁呢 等於是說 要跟這次要見面 我覺得還是 我剛剛說那個基礎思路的 能不能穩定 就是德國來看能不能穩定這個局勢 再加上當然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 就是這個德國的能源問題 現在的確也是在依賴這個普丁 所以說為了這種經濟情勢的穩定 軍事情勢的穩定 所以說德國現在正在嘗試一條 應該是說不同於美國的道路 是的 那會不會說 如果說他用跟普丁這樣的模式的話 某種程度上 可以把更多的壓力去因應中共部分 我覺得不是 德國不是這樣想的 德國現在只是想要在按耐 按耐這個普丁而已 因為有一個最嚴重 擺在德國眼前的問題 就是烏克蘭的衝突 是不是能夠讓它和緩 那現在烏克蘭的情況 變成一個非常 非常應該微妙的一種恐怖平衡 就是說烏克蘭想要對兩個烏克蘭境內的小國 想要動兵 然後呢 這個俄國這個集結的十萬大軍 就在烏克蘭旁邊 就是烏克蘭動 這個俄國就要動 美國的這個拜登總統也講過了 只要你動 我一定會有具體的動作 他就形成一個食物鏈 或者說恐怖平衡 在這種恐怖平衡之下 我相信這個德國這個總理蘇茲呢 他想要扮演的是那種穿梭外交的角色 那第一個當然要先搞定普丁 跟普丁談了有什麼條件 再回來是不是能夠跟烏克蘭總統來談 然後再過來來按耐拜登 我猜這個德國的總理蘇茲是在打這個算盤 正式擺完大家遲早要談的 是是是是 吳老師怎麼看 德國跟俄國之間的關係呢 必須放在美俄這個大關係架構之下來看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只是德俄雙邊關係 然後再來那個美國跟俄國之間 現在在談一個問題 尤其最近拜登跟普丁的視訊會議 都在談一個問題就是烏克蘭 那烏克蘭的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北約向東擴張裡面 現在要爭取三個國家嘛 那土耳其再來上去黑海上面的那個 烏克蘭跟白俄羅斯 那但是問題是土耳其再怎麼說 雖然跟俄國也很接近 但是畢竟還沒有直接跟俄國相接 格力會黑海 那烏克蘭跟白俄羅斯是跟俄國直接相接連的 如果北約東擴到這裡的話 那麼理論上可以在烏克蘭境內部署北約的軍隊 那對俄國來講當然構成直接威脅 所以現在普丁提出一個合理的要求 對俄國來講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就是你崩潑的時候不要擴充到這個烏克蘭邊境 來對俄國形成威脅 那一個可能的變通辦法就是說 烏克蘭有加入北約 但是北約不在烏克蘭境內部署 變成變通的是這樣子 但是無論如何現在美國的主要對手 要分輕重反擊嘛 當然現在不是俄國嘛 是中共 所以美國也必要 也要聯合這個俄國 那俄國也努力的再配合美國 這個全球一盤級這個大戰略 所以俄國優先把軍火供應給印度嘛 中共要跟俄國買那個最新的 那個S-400飛彈防禦系統 對不對 結果呢印度後來才來買 插隊普丁先交貨給印度 對不對 這都看得出來俄國了解美國的戰略佈局 也在配合 時事實行動態在配合 然後呢去印尼跟越南在那邊搞海外 那個南海那邊的那個油氣探勘 對 然後故意跟中共的九段線有一點重疊 然後看看你中共怎麼處理 所以俄國其實也把手伸入南海東南亞等等 印度跟東南亞 其實也是在呼應美國的所謂印太戰略嘛 那可以看出來俄國並不是要跟美國鬧翻 他是想跟美國好好談 那我猜想美國現在當然要聯合俄國 也聯合這個德國法國這些歐洲的國家 納入全球反共這一盤大旗裡面嘛 所以呢在美國來看俄國是朋友 德國也是朋友 那你們兩個先去談談看 譬如說美國可能準備在烏克蘭這一點上滿足普丁 我猜想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 那麼就要對歐洲解釋 因為對歐洲來講 北約這個安全的話是符合歐洲的利益 所以呢等於說美國默許至少默許 德國新任總理去跟普丁談談看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會對普丁出題目 我德國新總理還沒有跟美國談 先來跟你俄國談 如果你俄國不給面子 談崩了 談僵了 那我德國以後站在美國這邊你沒話講 對不對 我先來跟你談 所以普丁肯定這個燙手商也不好接 普丁肯定不能讓德國總理空手而回 他一定要做一點成果給他 然後讓德國總理 至少有個面子也有個實質進展 那美國為什麼會讓他去成行 因為我猜想美國準備在烏克蘭這邊 滿足普丁 交換普丁 配合美國對中共的全球大戰略 這個俄國是少不了的拼圖 我之前在這個節目上講 除了傳統盟友 日本跟歐盟之外 那個北約那邊 歐洲之外 兩個一定要爭取的重要對象 就是俄國跟印度 至少要穩住俄羅斯 對 所以美國可能會滿足普丁的合理要求 北約東擴不需要真的 東擴到烏克蘭那邊去部署 但是說不定烏克蘭可以納入北約 就是台面下要好好談 那所以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普丁已經跟拜登談這一點了 我們要來 他已經開出他的提案了 他拿出他的提案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美國準備滿足普丁的話 那他對歐洲有個解釋 所以就讓德國去談 那德國去談的結果普丁一定會跟他講 大家不要蹦那麼緊吧 對不對大家好好相處 普丁會跟德國好好講 那德國一聽以後 說不定把這個關係的緩和 當作新總理 德國新總理的一個政績也說不定 對不對 就是說這一週戲要這樣演 美國不能直接跟德國講說 兄弟你聽好 我現在要這樣子幹 你配合一下 這不好說對不對 我猜想美國應該是準備滿足普丁的這個合理要求 北約不需要真的把部隊部署到烏克蘭 但是不能讓烏克蘭被俄國拿過去 所以有可能會折中的方案出來 大概普丁也會滿足西方國家的這個要求 西方國家可能也會滿足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德國跟俄國有一個重要的那個利益 互相依賴就是所謂天然氣 就是北溪二號工程 從俄國的那個 在波羅的海這邊的港口 然後地下海底的那個那個通路 把天然氣送到那個德國 那這個地方 美國本來反對 川普本來反對制裁 後來拜登決定放寬是這樣 就是說 美國擔心歐洲在能源上面過度依賴俄國 將來會變成被俄國綁架 所以美國自己又有頁岩器要賣 所以阻止這個俄國這個搞這個北溪二號工程 但是呢 現在你想 德國的目的是說 我給你俄國商業利益 交換你不需要對我來軍事威脅 算是雙方有一些共同利益 形成共同利益以後 大家逐漸變成比較 比較不是那麼激烈對抗冷戰時期那種鄰居嘛 那所以呢是相互依賴 這不是一個德國依賴俄國 其實俄國也想跟西歐建立好的關係 他也希望他這個天然氣能賣得更好的等等 商業利益也有 所以德國跟俄國在北溪二號工程 天然氣這個能源交易上的話 是有共同利益跟相互依賴 然後呢普丁也會比較緩和 不需要對歐洲凶巴巴的嘛 所以合起來看的話 美俄之間要先搞定烏克蘭這個議題 然後呢 美國在這個議題上 可能會適度滿足普丁 把普丁拉過來 一起對抗中共 那這樣做的話 要給歐洲一個交代 所以讓德國新任總理 自己去跑一趟了解情況 那普丁碰到這個新來的訪客的話 應該也會做一些成績給這個德國總理 就是普丁也願意跟德國有好的關係 也願意讓這個新總理 能夠拿到一點成果回去 所以我估計如果真的有見面 1月下旬如果真的有見面的話 應該不是 應該會有一些好的成果出來才對 那 談到剛才董老師提到的 這個德國走談判策略 操作是這樣子 在默克爾的時候 他們先態度上比較輕忠 或者向中國傾斜 因為德國要把他的重要產業汽車 能夠輸入中國市場 然後呢美國看到以後就會 就會講話了 你什麼意思對不對 美國可能會加碼 然後德國最後就 沒辦法啦 對中共雙手一攤 然後就最後站回美國這邊 這樣的操作一再發生 先親中 然後被美國講話了以後 再站回美國這邊 因為畢竟安全上 要靠美國 這個價值觀 民主自由的話 也是跟美國一起的 所以歐盟歐洲到最後 都是回到美國這邊 雖然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向中共那邊 表示一些友好的態度 現在換成是先親俄 或者向俄國做一些親善的姿態 但是絕對不是說 要疏遠美國 不是的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講這個 從國際政治來講這個事情 美國跟中共打貿易戰的時候 2018年 然後呢 2018年下半年 10月25號 日本首相安倍去北京訪問 當時呢 因為美國也對日本鋼鐵課稅 所以大家在想說 是不是日本 要跟中共緊密一點 來制衡美國貿易戰的壓力 根本不是這樣 現在大家都知道 日本堅定人站在美國這邊對不對 可是當時有些媒體就說 日本是不是要聯中自美 就是說跟中國靠近一點 結果發現原來什麼 原來是因為安倍當時在 為2020年的東京奧運佈局 希望中共能夠配合一下 所以對中共示好 可是呢 他上任七年來 都沒有去北京訪問 這一次是為了東京奧運 才去跟邀請習近平訪問日本 這樣來的 參加這個東京奧運的開幕式 這樣來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美國的傳統盟友 向中共靠近的時候 你不要馬上下結論說 他們要跟美國疏遠 要來靠近中共 不是的 所以呢 等於說美國要求中國 不要搞不公平貿易行為 然後現在讓日本去談談看 日本一談發現真的不行 現在一樣 美國要處理俄國對不對 然後讓德國去談談看 那德國去談了結果 可能就會了解美國的立場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美國等於是可以搞定 美國要爭取 德國也要爭取俄國嘛 你們兩個談談看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談不上是 那個戰略自主或者疏遠 華盛頓 談不上 而是以美國 這個全球一盤級之下的 一個微妙的操作 是好 我們節目最後呢 給我一分鐘總結今天討論 我們先請董教授 好的 我其實非常贊成 剛才吳教授的分析 就是說 其實烏克蘭問題 看起來是相對於 亞洲台海的問題好解決 為什麼 是俄國以為這個烏克蘭要改變現狀 然後呢 歐洲跟美國以為俄國要改變現狀 所以現在在這邊對峙 那它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回到現狀 那這個妥協點好找就對了 亞洲的問題不一樣 亞洲的問題是中共質疑要改變現狀 它要消滅中華民國 它要消滅它要統一併吞台灣嘛 所以說這個歐洲跟亞洲的問題 是有本質上的不一樣 是的 吳老師 我覺得我們台灣在地緣政治的功課 就是越來越需要更多的投入 然後呢 找出更多的這個關鍵的這個因素 從尼加拉瓜到烏克蘭 其實我們好像都 表面上都不干我們的事 其實不是 只要是大國博弈 都會牽扯到台灣 台灣不可能置外於這個地緣政治的這個博弈 所以我們要懂得一個大戰略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主要利益是因為美國 日本甚至於歐洲國家的 還有澳洲這些支持 而不要去計較那些小國家的邦交 那些小國家的邦交其實 形成一種外交上的軍備競賽一樣 對中共其實是個消耗 那我們台灣集中力量發展我們的優勢 包括半導體產業 包括疫苗產業 生技產業等等 我們成為民主自由陣營不可缺少的產業供應鏈 形成另一個安全的防護對不對 這符合我們台灣的利益 然後同時我們在內部要建立國家安全共識 不要以為像集權專制的國家妥協讓步 會換來和平 沒有這種事 就是邱吉爾明言講的 你現在選擇下跪 到最後你還是換不到你的和平 你還是得到你的屈辱 所以面對專制威權的體制 台灣要有一個國家安全的共識 要自己國家自己救 所以要敢於去對抗中共的這個 野蠻的這個戰狼的外交 這樣的一個路線 是 好 我們非常感謝兩位精闢的分析 感謝觀眾朋友的參與 新聞大破解 我們每週三五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